暑假即将来临 那对于部分学生来说 9月份开学之后呢 就要步入大学的生活了 相信学生们也都获得了 大学或是大专院校的 入学通知书了 在选择适合学校的时候 很多家长也都在申请的时候 相信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甚至是在最初 选择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呢 有些家长就已经开始规划了 那今天我们就请到 家长Carol 王航 那她的两个孩子呢 都是从本拿比的中立工学 先后考上了耶鲁大学 我们今天就和她来聊聊 最初的选择中小学的 学校的过程开始 那王航 我们知道 你家两个孩子非常优秀 也都上了世界名校 但是他们在最开始 入读学校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公立学校 和私立学校的差别 或者是说在你选择的时候 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呢 谢谢Tina 其实从我家孩子来说 我就是就近原则 就是当时住的近的地方的小学 我觉得也不错 而且当时是由French Immersion项目 法语沉浸式教学 所以我们家两个孩子 从小学读的都是这个French Immersion 那么我知道现在很多家长呢 在为孩子择校的时候呢 参考的是 非杀研究所的那份排名 那么这份排名呢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可以供参考 但是呢不要作为绝对的依据 因为呢尤其是小学了更是 小学孩子们呢 要探索自己的兴趣 然后有好奇心呢 各方面 并不是说以学业为主 尤其是加拿大这边 那么到中学呢 因为我们知道 它那个非杀排名 它根据的就是英语和数学 两项 一份是十年级 一份是十二年级的考试成绩 那实际上是特别的片面的 那么物理啊化学 这些都不包含在里面 而且也不考虑这个学校 有没有田径队 有没有乐队 各种公益的club 各种学术的俱乐部 这些完全不记在里面 私立学校 它是要经过一定的考核 要进去 所以说私立学校排名 自然是比公立学校高 所以呢就是无论私立还是公立 我的建议呢 就是适合孩子就是最好的 如果比如说孩子 他体育项目强 那这个学校 有这个体育项目的俱乐部 那就是很适合孩子的 说到孩子的这个兴趣爱好 从为家长来说 我们都希望说遵从孩子的本身 然后他们自己喜欢的 但是有时候也是需要 家长的一些引导 那在这方面引导方面 你有什么建议呢 我的经验呢 是就是小的时候 我带孩子参加很多 多种多样的活动 那在这个参加的过程中 你就观察哪个孩子 他对这个项目是真爱 那你就一直让他坚持下去 可能小的时候 甚至参加十几项 但是到了中学 毕竟时间是有限的 学习任务也越来越忙 看外活动越来越多 那么他所报的特长项目 肯定是要有所削减 最后可能特长方面 就保持个两到三项就足够了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对于很多中学生来说 就是这个青春期的问题 可能很多家长 也都经历孩子这个反叛 那在这方面 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在孩子小的时候呢 就参加过这边 有父母学习班嘛 然后呢有一堂课 我就印象特别深刻 觉得Nobody is perfect 没有人是完美的 那么我受启发特别大 这句话我也后来经常对孩子说 就是没有人是完美的 这个世界也不是完美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 所以不要追求完美 而且呢我们作为父母 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我们也不是说能够当完美的父母 我们也会犯错 我犯错的时候你就给我指出来 那你犯错我也给你指出来 这就奠定了一个跟孩子 平等沟通的基础 不是家长高高在上 而且是彼此尊重的 那么奠定好这个基础呢 亲子关系就比较好相处了 那么青春期的时候呢 实际上孩子独立是好事 家长应该先高兴才是 他跟你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但是你们拿出来公开的讨论嘛 打好这个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了 我们就讨论就事论事 那你对了我们就听你的 我对了你就听我的 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沟通 平等尊重的基础下沟通 沟通很重要 那对于这个移民家庭来说 新移民有时候也都面临着 家长也都面临着挑战语言 工作呀 那在这方面可能是教育的这个理念 又可能跟北美又有一些不同 那在这方面的话 家长应该做出什么调整呢 新移民家长是最不容易的 因为他们自己刚刚从 其他的国家就是连根拔起吧 相当于然后到了一个 一国他乡 自己还在适应和调试过程中 那这个时候呢 就更要跟孩子达成协议 平等 尊重 互相支持 跟孩子说妈妈 爸爸 也是刚来到这个国家 我们也在适应过程中 然后你也帮助我们来适应 我们也帮助你来适应 有什么问题呢 可能你英语会比我们还要好 那么你也帮我们 这样让孩子他也承担起责任感 也像一个小大人 而且要多夸孩子 你适应得好啊 或者你这件事帮了我们 或者你这件事在学校适应得特别好 做得很好 多多鼓励 多多夸奖 那么在父母和孩子双方的支持中 度过最初的艰难的生涯 那么孩子上了大学 我想这个作为做父母的这个工作是仍然没有结束 那现在像你的两个孩子已经都上了大学 离开你们身边了 那在这方面沟通 是不是还是像以前那么经常的 有这种交心的这样的沟通呢 对的 就是说一定要保障这个沟通 而且就是我女儿 儿子是今年8月末会去上学 女儿已经上大二上了两年了 我在这两年过程中呢 是经常跟她要通电话 发信息 就是说每天基本上没时间打电话 也要通个信息这样 问今年过得怎么样 而且有什么需要父母帮忙做决定的 她都会跟我们主动沟通 因为她知道呢 我们会提她 给她一些参考意见 中肯的意见 而且父母永远是为孩子着想的嘛 所以她也希望听听我们的意见 所以这个沟通是永远要存在的 我想是要存在一生的吧 是的 是的 这个父母的工作也都不是说 可以随时结束的 像您说的是一生的工作 谢谢你的分享 那王航的经验呢 给大家作为参考 家长也要根据孩子的性格 和兴趣爱好 因材施教 帮助孩子找到最适合的发展道路